烧烤店门口聚集一大群黑衣人 没多久直接冲进店里 大吼大叫还踹椅子 现场有小孩吓到哭出来 正在用餐的民众看到场面失控 全部逃跑 有人直接拿手机录影 画面中至少超过30人 爆发肢体冲突 大家互相推挤 有人持棍棒攻击 上演大乱斗 场面一发不可收拾 地检就在台东蓝宇 根据当地居民表示 8号上午有游客 因为将车辆临庭路边 当地人上前劝导 双方爆发口角 游客疑似还亮道恐吓 警方到场处理后 本来以为没事 结果到晚上8点多 当地人竟然找到 当事人用餐的餐厅 上前理论引发冲突 警方货报将6人依法送办 搭乘海巡警艇 于事件发生后8小时 抵达蓝宇侦办此案 并请台东地检署 检察官指挥侦办 目前已锁地 6名施暴者的身份 上时廉价不少民众 都拦与租车游玩 这回因为行车纠纷 跟当地人起冲突 造成一人受伤 详细原因还要厘清 但原本规划好的旅游行程 恐怕通通泡汤 TVB新闻刘警员红静芬 台东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TVB新闻